现在我,咱们再喊一轮,再喊一轮啊 解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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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反的框架线执行这件事情 不能聊一个好心,我们好心 就让几千户人锁在一个小区里 首先,二十条之前,国家没有一个政策,我们不说什么 第二,你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是违法的,所以你这么快解 我也知道,这我不能了你们 上面多说什么,我们不管 我想要的一件事情,第一,你们要认识到这件事情是错误的 不是因为我闹,你们解放,而是因为我们应该不被封 我们现在提合李肃兄,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是第一个逻辑,咱们先说清楚 你让我说完,我说完我就回家睡觉了 因为事我也能打成了,我没必要再讨论了,对吧 第二件事就是,后面可能还会发生 我们西区,东区同志们也在这,我们西区是不同意这样干这件事情的 我们用什么样的理由,只要是聚会下的章和这些东西,这不是我们能接受的 您先,咱们以后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您也累我也累,好吗? 咱们网上都有公开的这个消息,然后倒数第二条寫的是要求,咱们也不叫要求 建议咱们全体居民非必要不出小区 然后整个社困在新的这一个 然后咱们说没有说把几千人说完全封闭在小区里 关在小区里 是这样 您这一堵水睁着眼睛说话 对 我就在刚刚 我就在刚刚从那儿要过到这儿来 我没有人多 我一个人他跟我说你别出去 不让出去 不让出去 你不能把这个锅甩到屋檐和我们身上 你要是说非必要 要是非必要咱们这么聊聊天 大家安静一下 我就说两句 咱们第一个一个说 第一 中央颁布这二十条是为了这个细化和精准的防疫 对吧 不好意思 这个细化和精准的防疫呢 第一能够保证我们基层的这个防疫政策的实施 落实 对吧 我们不能说中央颁布这二十条是错的 肯定它不是错的 它是对的 对不对 大家 对吧 中央的二十条 落实到北京市委 朝阳区委 以至于平方这个 咱们平方叫乡党委 对吧 那一条一条一条落实下来之后呢 其实前一段时间 大家对这个新的二十条的落实 我们我们所有的居民都是满意的 那么其实咱们包括居委会的同志们 社区的同志们 他们的工作是有条不紊的 突然来这么一下子 说实话 有两点我们就受不了 对吧 第一 为什么中央的政策 到了这个社区这一集 这也就是个科技单位吧 对吧 可能在道里 若是要接到这一层 它也就是个同志 为什么会变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对吧 这个说实话居民同志 接受不了 第二 我们非常肯定 咱们区委会的同志和社区同志 包括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单位的 对吧 我们非常肯定 你们的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 是有价值的 也是心头的 也是为大家否的 但是 写字网 好吧 一会儿安排物业 撤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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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安排物业公司 撤写字网 好嘞 全都撤 都听我说行吗 几个男人全都撤 第二 听听听听听 现在咱们床群全静下来了 我也希望咱们大家 还继续太多咱们政府的工作 咱们共同抗议 把这项地球股基站做到底 好吧 做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要做一百年吗 我来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知道吧 咱们也别在这受了 受冻受罪 好不好 第二 现在我刚说了 今天是周末 我希望我倡议大家 明天都能在家 快可以可以 我中期 好吧 倡议可以 大家 倡议不可以 我倡议大家 在家 平平安安的 没问题 过周末 尽量做到逐步初步 我希望咱们来 咱们相遇派格 尽量和谈 然后 听我说 如果咱们真的有极特殊情况 比如我要上班 我要求医问药 我要去考试 这些东西 咱们可以持有数学 但是我希望咱们大家相互理解 做个备案 好吗 好 好 我为什么就这么做 不必 咱们相互的老师 那什么小技 咱是要做哪个 我一个是网马 собственно 好不好 网马 全部可以 对可以 好 所以 非常有尊重 咱们相待的 合法的福利线 第一 第二 网马 好吧 好 干什么工作,好不好? 好! 我现在就是希望大家,什么就是? 太车掉了! 不想工作,好不好? 好,好吧! 您,您听听说,我现在做的办法 套讯,我们把我们这样的工作,我们去做 那还是不错嘛! 这也会还是不错嘛! 我们的手机里都有,那要谁手机里呢,给三老看一看! 手机里的文件都给你,看一看! 我自己的手机,你能套一分羊吗? 你们有公司,我们没有! 你们好难得倒出人的钱! 我没有民族啊! 你们是人民的调啊! 你没有人的调法! 就打着! 大家人都调试! 很奇妙的,今天回信四天了,我们也希望相关的负责人 能够给我们一个解释,是什么原因要进行封控 然后,这个封控的通知是谁下达的? 下达这个通知,有没有正式的文件? 因为大家这么多张嘴要吃饭,我们也要指下 我们也要指下,有没有相应的文件 如果说这个东西,和理和板和规,我们遵守 如果说这个东西,在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规定上 都不能,都不能对人民群众有势服务 这就是我们的顾客,但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为什么在23号开始,23号零件开始,做一件事就不过不过 这个龙女伴是干什么呢?龙女伴是立属于国安委会的 大家都可以随意进出 你们不出来,永远没有人把你们 大家都可以随意进出 李连就在这儿呢?李连就在这儿呢? 李连就在这儿呢? 警察同志,有人关门呢 开门,给我们开门,谁有卡 谁有卡 同志,同志,我说一句 您就要堵门,违反了刑法第238条 警察和警察 警官过来一下,我们要报警 我们要报警大家出海 这儿这么多人撸着呢?大家都可以自由进出 都可以 这不是同门吗? 你把238条不管了 他们那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说了群体型世界,警察接到政府都不会管你们 把手抖起来,把手抖起来 把手抖起来,把手抖起来 那怎么我来走吧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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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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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号楼有签证病 您说小区里面有点位 对吧 对,我们正在研判 对吧 然后过了三天,第四天 第四天 不是,今天第五天早上 昨天的风险 昨天的风险又缺者的益力 你告诉我们他怎么确诊的 如果我们正在研判 你正在研判,研判了多长时间 第一遍,你们就研判了五天 到现在都没有益力 听我说完,第一列 是22号当天就跟我说 他们在研判小区里面的活动轨迹 让我们尽量不要下楼 尽量不要举行 我们都不再来呆着 不敢下楼 对吧 现在五天了 咱不说昨天确诊那个事 22号15号楼确诊那个事 研判完了没有 如果政府的效率 五天都研判不出来 一个行动轨迹 那我们怎么相信政府 然后 然后,那我可以认为 现在我们小区里面就有病毒 对不对 他就有活动轨迹在那 然后我们现在全被关在小区里面 我住在这儿 时间不长 半年 我半年里边在小区里面 没待过超过十分钟 我每天上班下班上班 我直走地步 但是现在这五天 我天天在小区里转摇 就算小区里面真的有病毒 如果我天天照常上大班 都照顾着我 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你听我讲 你是有意乎的 所以首先 大人听我说 所以首先第一 为什么你们五天都没有研判出 行动轨迹来 不是没有 你的批准的文件在哪里 判申请 你的流程手续文件没有的话 我就可以告诉所有人大家 我们现在就合法出门 是啊 谁要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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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到4个小时就是 你知道不知道 先拿手 先拿手